各位觉得人生中有什么时光是不可辜负的 比如说最不能忘怀的好时光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是陪伴我一起追梦的小伙伴们 就是曾经我在考大学之前有四个月的时间 是在那个北京的招待所里面合租的 然后其实当时大家在北京可能都是考不同的院校 不同的系 然后后来即便说大家每个考的学校不一样 但是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大家都彼此在联系 很珍惜那段追梦的时光 我跟你有相同的感受 就当时我考中系电影学院 也是就大家都是一块 然后后来都成为这辈子很好的朋友 是的 很亲的 有的人也去上学了 有的人也落榜了 是的 有的人可能都没有从事这行 但有很多朋友都现在还联系 对 就是那一份追梦的初心 我觉得跟咱们节目就是这些弟弟们也很像 就希望大家都是不管未来怎么样 都要不忘自己的初心 不要辜负这段追梦的好时光 那还有一个就是青春记忆里 会欣赏什么样的少年呢 比较欣赏阳光 积极向上 眼睛里有光 那就是我 就很清爽 觉得眼睛里有光的 那就周深老师这样 阳光积极向上眼睛里有光 唱得还那么好 谢谢超哥 给大家看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镜与点栏目 我可以有心理的 是咱们节目 我来好玩 使用